第13題小蘭在一本書中看到下列這段描述 有一天她把玩著原本要研磨的鏡片時 發現把兩片問號放在眼前 適當的調整鏡片的距離時 就可看到遠處教堂尖塔的放大影像 則序序中問號所指的最有可能是下列哪一種鏡片 我是穿過我們的鏡片看到教堂 所以他一定是透鏡而不會是面鏡 而我們知道凸透鏡才會成放大鏡 凹透鏡只會成正立縮小的虛項 所以我們會看到放大鏡的一定是凸透鏡 所以第13題問我們說 則序序中問號所指的最有可能是下列哪一種鏡片 我們答案選的是C 凸透鏡